完美啊,这个无极限嘛,我说这些品牌一听你们就知道,这不是卖化妆品的吗,卖牙刷的吗,卖牙膏的吗,好,这也不算啥,后来这些人就卖那个保险,平安保险,是吧,各种的保险公司卖保险的,后来这些人呢,就开始推销各种的数字货币了, 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一堆的这个以数字货币为原型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传销币,以及传销币引发的资金盘,前段时间有一个叫Plus Token的,就是2019年出来的吧,应该是,Plus Token,一把搞了1400个亿,1400个亿呢,然后资金盘规模总规模, 最后跑了,逮回来了,逮回来了以后,好像是江苏严城警方抓的,抓完了以后,呃,把比特币扣了,把以太坊扣了,把莱特币扣了,反正一堆的币扣下来,全部清仓,换成人民币,换了140亿,收为国库,啊,没收,交国库了,啊,所以说比特币是一个,比特币,币圈里面的人, 这个,就和美国一样啊,中国美国一样,这方面咱们处理,全世界都一样,都是弄过来,没收,没人敢告,没人敢说,那资产呢,因为做传销的人都没,都自己都清楚,啊,自己干的是啥,都是违法的,所以那个资产呢,都被抓了,啊,都,都,都,那些,那些人被抓了,那些币也都被抓了, 那,都被靠了,都被,没收了,收为国有了,啊,收为国有了,收为国有了,他们有这些资产也没办法处理啊,他得交国库,得交人民币,必卖了,但卖的价格太低了,就大概是5000美金左右,就这个价格的时候卖掉了,没有赶上最高价,应该是赚两天卖嘛,是吧,这个,这个,卖给老外嘛,现在老外这么疯狂的买币,对吧,这个,这个,比特币是中国现在收取外汇非常大的一币收入,你们知道吧, 这个我不用多说,你们应该清楚,因为中国是比特币的产量,还有以太坊产量,莱特币产量,什么Zcash产量,所有的币的,这个,生产都是在中国,made in China,啊,全世界80%以上的算力都在中国,因为中国店便宜,啊,然后呢,made in China的这个数字货币,出口到国外,啊,老外呢,现在在华尔街买单,一万块钱一个,好,买了,哎,买了以后,哎,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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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钱就变成外汇了,外汇收入了,这个,每年给咱们创造的外汇收入上百亿美金,啊,我说,这个,你们算吗,肯定上百亿美金嘛,比特币,你说现在比特币的总市值是,四千亿美金,啊,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币都在中国,所有的币都得买,买向中国,对,啊,这,这个是,确实是,为中国创造了很多的外汇收入,啊,在这个,当前, 疫情,国际形势,中国,中美贸易战,这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下,居然能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拉动GDP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方案,还能解决一些,这个,藏区,啊,这个,这个,这个,主要是在西藏和新疆挖矿,啊,这个,给咱们中国,这个,提高了很多的收入,啊,因为现在的矿场在甘孜藏独自之之之后,也就是在四川甘孜藏独自之之之后,说是在四川的水电站,其实是在西藏,啊, 我们叫,甘孜藏,就是甘孜藏独自之之之后,啊,这个地方,还有新疆,啊,新疆,新疆是火电,甘孜是水电啊, 全中国的这个能源是绝对的过剩的 你们沿着大多河走一遍就行了 我挖矿的时候 我那个每一个水电站都去过 在大多河 金沙江 这连线的水电站 我一个一个拜访 因为我们要找便宜的店 没有一家卖店的 这个店现在都不卖 因为现在 当年我们挖矿的时候 是怎么挖呢 就是我们是一家一家找 一家一家找 但是那店是必须通过电网 我上了电网 电网来统一卖 不能水电站直接卖电 明白吗 所以我碰了好多币 没买到那个店 人家不卖给我 卖就违法了 但是呢 我找找找 有一个在电的水电站 那个水电站没有通电网 那个水电站的这个电网上不去 他们太偏了 他已经快到云南了 挨着云南的一地儿 我们不说地区地方 那个地方呢 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叫 我就问他 你的电那不上网 你的电能用得掉吗 他说我们没有用电 我们我们那个水都扔了 汽水我们叫啊 汽水水 夏天那么多的水 你说洪水期来的时候 那水根本就用不着那么的电 电又上不了网 那怎么办 他就全扔了 叫汽水了 那个汽水呢 还是很严重的 整个四川的水电站 云贵 当时有个网上报道 你们可以去百度啊 云贵川三个地方的水电站 每年扔的电 叫气能 够整个欧洲使用 知道咱们中国有多大的这个水电的发电量了吗 所以我当时就想了 哎呦 你这电真是 你这电能就这么白扔了 我帮你储存下来吧 领导 领导说 你有什么东西 我说我拿个电池过来 电池 什么电池 你说你叫你去我内蒙 去考察一下 我就领着那些县长啊 书记啊 还有这些水电站的领导 还有产品什么政协委员 一堆人 带他们去我内蒙的矿场 一看 哦 这 内蒙居然支持这个啊 咱们那个内蒙啊 西藏啊 还有这个这个新疆 也应该这个搞这个东西啊 是吧 拉动经济嘛 哎 我们就在 我就把我的比特币的矿机就拉到了这个 就像你一块电池一样就拉到了这个这个水电站 我说我把你扔掉的这个电 我给你存起来 啊 你不是白扔吗 我就把这电变成比特币存起来 给你比特币 也就比特币你自己卖 是吧 就当交电费了 你们可以收为国有 对吧 然后这写了个气能回收方案啊 环境环保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种矿机呢 是第一个清洁绿色的啊 没有任何污染 什么 因为他们原来四川所吸引的企业都是高耗能企业 什么电解铝 高金龟 大家知道 那东西都特别的污染严重 那个矿渣那东西污染也很严重 我那个方案非常好 哎 这个 无色无味啊 没有任何污染 然后呢 也没有大气排放 也什么排放也没有 我们就是一堆的机器 把你的电变成热能就消耗掉了啊 然后换成比特币给你比特币 然后你们自己卖完交完交交给交给交给你们当地人发福利嘛 对吧 哎 这个方案做完了以后 我是第一个做的 那我就把这方案呢 我就公开化 我就说哎 大家看 我自己有一个币圈的穷群 这个群呢 都是矿工 大家看 我这方案怎么样 矿 气能回收方案 你们也去试试 后来中国的矿工全部去了四川 就用一个一套方案叫气能回收方案 就签了几百家水电站 现在呢 哎呀 没我们什么事了 现在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这些水电站呢 都发现 哎呦 你们这太牛逼了 太赚钱了 一个月回本 我们当时去的币价暴涨过程中 确实可以做到一个月回本 后来做到 后来币价下跌的时候 一年也回本也够了 但是那水电站 老板一发现 我干嘛你们这二老贩子赚钱呢 我这都简单 我也能做 然后他们就直接能源公司啊 水电站直接自己做 因为水电站给自己都有一些配用的电 他把这些配用的电 或者是气能的电 他就换成比特币就完了 新疆也是大量的这个比特币 都是这些能源公司啊 国企央企直接把比特币 做成他们园区里的一部分啊 产出比特币就可以了 知道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拨人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把比特币完全的 变成了那个能源货币 完全的能源公司参与能源公司 就是大集团公司才能投资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这个事情 我们不细说 但是大概我给你们讲一讲 一个比特币 你们算吧 基本上就是十万度电 每个地方算法不一样 我就大概吧 十几万度电吧 就产生一个比特币 原来啊 现在币价就是现在的这个成本更高了 反正就是你这消耗这么多的电 才能产生一个比特币 电呢 都不是我们名声所用到的电 因为我们的电 中国的电是特别过剩的 都是扔掉的 你看那个好多的风电站 那都电机都是停着的 脚在那的 就是不让他转 因为他转发了电以后 那电用不掉怎么办呢 对吧 那个江苏的 不是这个这个 呃就是甘肃的九泉 大家知道吧 啊 九泉 就是这么用电的啊 他的电用不掉 气能气风气水啊 这个清洁能源是用不起来的啊 而且最最大的这个问题是这个 不是水电站 最大的就是气 气气气能最大的其实是火电站 你们知道火电站是这样的 火电站点燃这一个就是机组 这一个机组点燃得有两两个 就是两罐子煤油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十米长的那个大罐子 的煤油去点那个罐子 去点那个那个就是那个那个那个煤 电煤啊 就是就是电就是电站的那个呃 发电机组点燃得有两罐子煤油 他点完了以后点燃的燃烧过程 它是不能让它灭掉的 虽然你不用那么多电 他也得把那么多电发出来 因为他正常燃烧的过程中就有产生大量的热能 是吧 那火又不能给他灭了 你不许你必须往里面填煤 那这个这么多的电 你不能让停机啊 所以呢 现在就这些些电都用来 多余渗出来的电就发比特币就够了 啊 这些电变成了能源货币 比特币 然后再把这比特币卖给了国外 其实未来世界比的是什么呢 比的就是能源啊 特斯拉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呢 他也不是卖车的 而能源公司 是吧 比特币也是这东西 比特币就是能源货币啊 埃隆马斯克也讲过啊 他也有一个比特币 是吧 就是这个 这 这 这